大家好 歡迎來到 領大抗疫三寶 滯養心靈必修課 家中作樂 藝術創作 第一課 圖案人像畫 我是陳雅芝 騰騰 在這裡為大家介紹這個圖案子畫像 今天稍後會看到我由示範和介紹一些工具 又或者一些方法 如何將一個人像畫用圖案砌成 所以今天想請大家 又好像上次一樣 先拿一雙眼睛出來 有雙眼睛 其實我發現家中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平時可能有留意 可能沒有 究竟我們在家中有什麼圖案 可以讓我們做創作呢 我今天剪了一些雜誌的圖案 但不限於一定要在雜誌找出來 其實你可能在家中記得的話 我們上次找了一些餐桌墊 找了一些桌布 找了窗簾 有些朋友甚至找了枕頭袋 有些圖案的圖案 去引發我們創作的感受 接下來我介紹一下 最少需要有剪刀 如果有白膠漿或是膠水 其實有時我們用雙面膠紙也可以 視乎你家中有什麼 另外我找了一些環保物料 都可以用來之後加上去 這裡有些設置筒和外賣盒 上次我們用了一些黑色筆 今次就試試在家中找到不同的東西 有鉛筆 有一些幼的墨水筆 有粗的面膜筆 還有一些不同顏色的面膜筆 另一邊就有一些水性的 有些像水墨用的油掃筆 有些雜誌和像是做Cupcake的東西 粒粒粒粒 先放在桌面 然後我也找到一張舊的信紙 所以我就想用它來開始做我們的人自畫像 為什麼有些人就說我最尷尬是畫自己 所以你不一定要畫自己 你可以找一個人形的圖案 如果你覺得不是 我都喜歡畫自己 其實你可以用一塊鏡對著自己去做 但這個你自己選擇 今次示範的關係 我就用了一個人形開始做一個創作 開始做之前大家記住找東西佔著桌子 我在家找了一些網購的東西 你可以修剪一下它 然後先佔著桌子 或者甚至乎你覺得它的樣子挺好看 其實可以用來做一些不同的層次 所以不要心急想用來做什麼 我們先放在這裡 然後我拿一個信紙來 剛才就說我其實如果簡單一點 我可以整定一個人形 我自己喜歡用側面 因為側面是比較容易去處理的 如果你覺得這次第一次做 用側面開始是簡單一點的 又是說如果你想對著自己的照片 又或者自己的樣子來做 其實可以放一塊鏡在前面也OK的 好 可以拿剪定的人形公仔放在這裡 好 但好像剛才說的 不需要一定要剪定或是怎樣的 你徒手畫都可以 或者對著自己的照片都可以 不過我示範緣故 所以就讓大家看看我 用一個剪了一個人形的頭像 然後慢慢畫那個外形出來 好 不需介意是否好工整 是否好完整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會有 很多個層次創作 從這裡開始慢慢想圖案和自己人像有什麼關係 我們經常說圖案就是一些重複的線條或圖形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你平時比較少用的圖形去做創作 例如我頭髮我用一些圓形去表現 先不要太過思考太多對不對 是很純粹讓自己的手去試一下 而圖形的創作有幾個容易掌握或者多一點的變化 就是你可以越來越大或越來越小 令到創作有些不同的改變化效果 除了頭髮之外你不一定要有眼耳口鼻 或者你不一定要用平時你覺得要有的圖案來做眼耳口鼻 我可以試一下一些不同的圖案 圖案之間的重疊 又會有什麼效果呢 如果你說我真的沒有想法了 我不知道畫什麼好 剛才有提過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報紙雜誌 又或者宣傳單張找到一些圖案 可能可以幫你想一下用一些圖案去代替你去畫的部分 好 找一下吧 喜歡的可以用剪刀剪 不喜歡的其實我自己覺得手撕也是有趣的 對 對 很容易這樣 剪了的千萬不要那麼快扔掉 一會你就會留意到 其實我們有很多部分可以重複地使用 也不要那麼快貼上去 因為我經常都說拼拼貼貼 試一下感覺 可能你覺得拼到差不多了 我又想試一下加一些筆軸 剛才我們用了一些顏色的marker 你這次又可以試一下用一些其他物料的東西 例如我拿了一些鉛筆 然後可能在你已經有的圖案上面 去加多一些線條 看看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未黏實它不要緊的 對 你繼續用 就是放它在這裡 我們之後到最後才可能決定一下 自己最後要怎樣貼實這些圖案 好 可能在某些不同的地方 對 加一些線條 加一些圖案 這樣 不同的顏色 物料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好 我覺得可以貼上去 我通常用白膠漿 我喜歡截到一個環保膠袋 不過你自己決定一下 你喜歡直接貼上紙 都無所謂的 這些我 撕掉的 大張的也可以直接貼上紙 小張的我們就 拿個 直接貼上去 白膠漿乾了 會變透明 所以你摘多了 盡可能我們 摘得剛剛好 摘多了 不要緊的 撕在這裡 另外就是 你的位置 不用一定貼到全部貼服 因為我們有些位置 可能想去重疊 有些位置可能放在上面 不用那麼快限制自己 對 我們貼了某些位置 定了個位置 那我又想加一些不同的質感 我可能會拿一個水筆 水筆跟那些面膜不同 可能它比較像乾筆 那我 在這裡試畫一些裝飾 現在好像 還未完成 我覺得可以加一些 好像 這個摘畫像的外面 其實可以加一些 其他裝飾 令到它 有一個對比 又或者是 剛才我們 有一些 用過的 有沒有想再加一些東西 或者是 剪一些有趣的 圖形 突出張紙不要緊的 我們創作 經常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把這個部分貼上去 有時候 我也會用一些其他物料 令到它的立體感更加厲害 譬如說我拿一些切紙筒 然後做了一些形狀 把它放在一起 因為時間關係 自己先預先整定一些 可能 我最後在頭髮位置 想加這裡 又或者 不是 我最後想在身體位置 加這個 其實都是很隨意的 無所謂的 不過有個有趣的地方 就會令到畫面突出了 然後 你也可以就著你畫的圖案 去做一些放大 譬如我現在 跨著這堆頭髮 你又會把別人的視線 集中在那裡 如果不是 我想把它放在身上 你又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裡 大致上 其實創作路向就是這樣 但有沒有說一定要怎樣為之對 沒有 但就想大家 嘗試用一些重複的圖案 去建構一個個人的自畫像 或者人像畫 其實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也可以在網上的博物館 或者展覽館 去參考一下別人的人像畫 上次提過 原來我們人像畫 都是藝術界裏面 很普遍的主題 所以你會在不同的大小的展覽館 都會看到很多的人像畫 在那裡 未必個個都是寫實的 看到眼耳口鼻的人像 有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抽象的創作 這一次的創作經驗 希望讓你試一下這種感覺 還有繼續可以看回 網上的一些展覽館裏面的人像畫 吸收一些你創作的靈感 好 今天和大家介紹了 這個圖案人像畫 剛才示範了這個 比較不規則的圖像創作 之前也有做過另外一個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記得在家裡找到一些不同的物料 就可以試一下做這個圖案人像畫 又或者上網去參考一些不同的人像畫的做法 開始在家裡就創作畫畫 拜拜